三名身材高大的外国人 大半夜来夹娃娃 过程中有说有笑 但仔细看他们动作很粗鲁 金发女先动手猛摇机台 接着另一名同伴坐在地上 用手一掏 娃娃竟然就这样被拔了出来 三名外国人花了两分钟 把三个不娃娃通通偷走 整个机台被清空 换个角度看 当时正好有民众直击整个过程 尤其躺在地上的外国几男子 就像有软骨弓般 使劲力气把娃娃从机台扯了出来 我被丑 我是第一次被丑 结果就被外国人丑这样 我也是觉得蛮惊讶的 更令人惊讶的是 三个小偷的身份其实很特别 原来这三名外国人都是小摩 其中穿着短裙的女子是乌克兰籍 躺在地上的是22岁的Lukas 来自巴西 另一名白色穿着T恤 同样很高大的是Fernando 他们其实都是五月 才来台湾工作的平面模特 镜头前表情自然 留着胡子充满魅力的样子 22岁的Lukas身高188公分 来自巴西 有着深邃大眼 他是新北市永和一家 模特公司的model 不了解方面做品位 即使案发过程后 有陪着外籍模特做笔录 但公司方面人不愿多谈 警方怀疑也许国外没有夹娃娃机 让他们想替女生假礼物 成英雄才会处罚 却也因为起了贪念 在新路展开之际 留下污点记录 三旋无关一尾箱新北报道